北京时间10月23日,体操市井赛单向决赛,女子高低杠决赛,中国17岁的选手韦晓元表现出色,最终以总分14.733获得了冠军,成为了世界冠军,这是本届比赛中国队第二枚金牌。 此一决赛,韦晓元拿出难度系数6.5的成套,是场上最难的动作,最终完成分8.233,总分14.733成功夺冠,刚刚夺得跳马冠军的利贝卡安德拉德获得亚军,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罗瑞表现也不错,总分14.633获得了季军。 值得一提的是,韦晓元之前在全运会走红,这位广西17岁的姑娘拿下了女子个人全能冠军,作为东京奥运会中国替补选手,韦晓元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从资格赛到决赛,她的高低杠水准无可挑剔,尤其是难度相当于东京奥运会冠军的难度。 也就是说,韦晓元也是具备在奥运会冲击金牌的,而且,韦晓元非常吸粉,因为他的颜值也很高,17岁成为世界冠军,让人赞叹。 此外,我们也为罗瑞鼓掌,这位小将只有15岁,之前在全运会也拿下了个人全能铜牌,两人赛后也是抱着教练哭。 此外,男子安马决赛中,中国选手翁浩冲击冠军失败,出现两处倒立分腿问题, 最终难度分6.6,完成分8.3,总分14.9,与日本选手宣和摩一样,并列获得银牌,冠军被美国选手内多罗希克拿到,一套难度系数6.5的动作,完成分达到了8.766,总分15.266强势摘金,内多罗希克还创造了历史,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安马世界冠军。